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五天停审的大戏刚刚落幕 中共随即又宣布四名中石油的高管落马 据说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还有曾庆红家族控制着整个中国石油的利益 那么外媒纷纷报道不按只是大戏的刚开始 周永康将是中共下一个大目标 中共当局8月27号宣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春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的调查 随后第二天又由三名中国石油高管因为纪委调查 他们分别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阮新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兼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王道复 外界一直认为曾庆红、周永康是石油帮代表人物 周永康曾在石油部门任职38年 维基解密曾曝光 周永康和曾庆红家族控制着整个中国石油的利益 薄熙来案一审刚刚结束 外媒也将聚光灯达到了周永康的身上 中国学者前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于梅孙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他不断听到关于周永康的各种传言 虽然这次不按庭审 薄熙来没有在当庭供出周永康 但是在薄熙来从高层至民间矫起的波浪中 周永康是最醒目的人物 而从去年开始的对博的调查中 应该涉及到周永康 美国在线杂志石英8月28日报道分析 从当局聚焦石油行业本身 以及特别调查四个高管当中的两个 给人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觉 就是北京正在调查周永康的腐败案件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研究中国政治学者的分析指称 中共在薄熙来案一审完结后 立即整肃中石油 目标直指周永康 报道说这是深入打击石油系的第一步 相信会有后续 纽约时报报道则认为 对石油业进行腐败调查具有政治敏感性 会印发公众猜测 报道说周永康和石油业的关系密切 并且暗示 中石油高管位高权重的后台 可能在调查中被拖下水 还有海外媒体报道直接表示 博案只是大戏刚开始 周永康将是下一个大目标 去年年初王立军携带机密资料 斯班美领馆求政治庇护 2月份在习近平访美期间 美国方面透露 薄熙来和周永康计划谋谋反除掉习近平 时事评论员史达表示 那周永康开刀是有这个可能的 就是说中共现在的领导人 对于一个薄熙来都治不了 那接下来还谈什么反腐 谈什么打老虎 所以呢 我觉得这次审布案以后 接着对于周永康开刀的可能性 倒是增加了 周永康掌管政法系统时 实施高压维稳政策 残害无数百姓 民犯极大 史达认为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处理周永康利大于弊 这次审布案以后 这次审布案以后